电费是居民、企业、机构等每个人都需要缴纳的费用。 现在,随着科技发展,电费缴纳已经垫得非常方便。 日常缴费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近年来,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,各行各业都纷纷转型升级,民生大事也不例外。 随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缴费等,电力网上服务的逐渐推出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充值,缴纳电费等。 然而,在这个背后,有多少人想过其中的商机呢? 随着电力公司的推进,电费缴费的流程变得越来越便捷。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缴费往上充值,比传统的线下缴费方式要方便得多,只需要打开手机,连接网络就可以随时随地缴纳电费和充电费。 与此同时,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平台,如支付宝、微信支付、银联、京东等,这些平台通过链接用户的银行卡、手机化费等多种支付方式。 为用户提供着极其方便的购点服务。 在这一过程中,难免有第三方平台要支付相应的费用,而这里就有商机可群了。 为方便期限,我们假设用户充值100元,看看第三方平台可以赚多少利润。 首先,我们来看看支付宝这家平台。 因为目前支付宝算是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,理论上的盈利肯定是相当客观的。 目前支付宝的收费方式是根据充值金额进行计算。 以100元充值为例,支付宝收费标准如下。 银行卡支付,以储蓄卡的形式支付每笔订单,0.1%的服务费,最低0.1元,最高不超过2元。 余额支付,每笔订单都没有手续费。 信用卡支付,以信用卡还款的形式支付每笔订单,0.2%的服务费,最低0.1元。 我们假设用户选择银行卡支付,那么支付宝的收益便是100元,乘0.1%等于0.1元,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少。 但是考虑到支付宝每天的交易量非常大,很难说有多少人每天使用支付宝充电费。 另外,如果能够使用花贝等拖延支付的方式,支付宝的利润就更大了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看微信支付。 与支付宝不同,微信支付的收费标准,是根据顾客使用的银行卡类型和储蓄卡余额比例而已。 以100元充值为例,微信支付的收费标准不下,储蓄卡支付每笔订单收取0.1%的交易手续费,最低收取0.1元,最高2元。 信用卡支付,以信用卡还款的形式支付每笔订单,0.6%的服务费,最低收取0.1元。 由此可见,微信支付对于储蓄卡支持相对要比支付宝好,但对于信用卡可能稍微劣一些。 总之,以100元充值为例,微信支付的收益是100元乘0.1%等于0.1元,这也是一个比较微小的数字。 除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,还有银联、京东、华为钱包等支付平台,同样也可以从中获得收益。 但是,因为银联收费比较低,因此在这里不再细说。 综上所述,对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缴费的第三方平台来说,利润并不是很高,比起其他业务的综合收益。 他们的收益率要低很多,虽然在单个订单上的盈利不是很明显,但是由于电费缴纳等业务模式的不断完善,相信未来还有很多的商机可供发掘。 因此,对于投资界来说,这也是可投资的领域之一。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缴费方便会计,大大节约了人力、时间、成本等方面的开支,而第三方平台与其配套出现,显然是行业发展的必然。 虽然第三方平台的利润率不高,但是在现有技术和政策环境下,这些平台是不可或缺的,未来或将成为行业的核心之一。 因此,我相信,未来电力行业中,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缴费和第三方平台会有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。 我们在梦該。 我们下道最近,未来的人未来的人肯定与其内人请注意活动。 将让我们做了解架alition,不孔陆鼐,